請林所長為我們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我從93年1月1號在中央警察大學 警守班23期畢業以後到桃園部局報告 歷經有那個復活組的巡官 再到警衛隊當部隊長 再到警衛派所當所長 後來又到公關室 公關室再到市委 八等陸局的市委派所擔任所長 再回任公關室 公關室在100年生可之後到交通大隊擔任中隊長 7月份從去年7月份調到彼此派所來擔任所長 請問所長 您在福祉派所這兩年多來有沒有什麼心得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福祉派所我一來開始就以預防犯罪為重 預防犯罪對於百姓是比較有利於百姓 不要讓重大刑案或是其他案件發生了再來破案 有一些損失或是遺憾都沒辦法 所以我以預防犯罪為主 平常跟各禮的里長這邊百姓互動還要良好嗎 我在這裡的時候剛開始我又推卸一種里長聯絡手冊 包括林長 每一個群區都有一本一小本放在那個置物的口袋 他們去各禮跟里長聯繫 回來有什麼問題 林長要需要幫忙的 或是禮民要幫忙還應給林里長的 可以的話就有群區他自己先處理 如果需要我拍手的力量或是公局的力量 再來還應給我 再來處理 這樣子齁 那我們這個轄區大概有多少人口 九萬兩千八百人口 那在我們桃園市來講應該也是這樣 將近四分之一 將近四分之一 是 轄區也最高快的 有七點五萬多元 那我想請教師長 我們這個福祉轄區 這邊民情風俗跟這個治安狀況 治安交通狀況你認為如何 交通狀況它是中正路段的話 它是比較側溝 我這裡有鄉村也有都市 是 中正三明路口一直到中正路尾 那邊是五 那鄉村譬如像西窟里那邊 它才一個里才三千多人口 是 那三千多人口它的地域 差不多非常寡觀 差不多佔了 福祉牌所的二分之一以上 是 那那邊就是 種田的現在比較少 很多都鐵皮屋啦 工廠啦 是 有一些大型的環境可能會藏在裡面 這樣子 那平常都在對那方面都有去 去巡邏去視察就對了 有那個 因為那個鐵皮屋或廢氣工廠啊 經常會有職業打土廠 像六年前 六七年前 我們也會造成製造 郭局長 是 就帶電去那邊 破了一間百家的職業打工廠 是 那裡面的獨客就將近一百多人 這樣子 那還有廢氣車 解體工廠 是 吸氣車的解體工廠 或是製補工廠 甚至於槍戒工廠 這都有可能 在這個鐵皮屋或廢氣工廠一邊發生 是 所以這個 鄉下會 雖然會場處 還有請到廢氣屋 請到廢氣屋 我前後辦了七件 去年合金 這樣子 那我請教所長 在你個人認為說 我們一個警察怎麼樣辦人好 擔任人民保母的這個職責與角色 在你個人認為是怎麼樣 跟我們分享 就是 我們 基層警察 他是在第一線 每個人都有他的群區 群區裡面有林里長 林里長對地方 最熟悉 所以有什麼問題的話 他們大概都會知道 你也試著去瞭解地方上 比較熱心的人 比較熱心的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 我們常常舉辦治安座談 是 由林里長配合我們的群區 到每一個里 先做預防宣訪 包括治安、交通 交通安全的部分 這個里連都有去各個社區 各個里去溝通 這樣子 好 謝謝所長給我們做專訪 謝謝你們 謝謝